义人周杰伦的情书周耀义因管理费纠纷 被控殴打陈姓女住户 骂陈女是狗 检方依伤害 公然侮辱 损 恐吓罪嫌喜诉她 台北地院今天开庭 周强调有意和解 还表示骂人狗被控公然侮辱罪部分 狗不是诽谤自言啊 也没有恐吓陈女 周耀义先前传唤卫道 今天出庭就检方的指控并未全部认罪 庭中还生请传唤证人 由于法官先前安排调解 但双方未调解成功 台北地院下次续航准备程序 周耀义被控今年1月27日 因漏税及管理费缴交等问题 与陈姓女住户发生言语冲突 检方指控 周耀义打掉陈女的手机 另抓陈女的头装强 辱骂陈女是狗 还恐吓等等会拿工具下来打 因此射击伤害 公然侮辱 损 恐吓共四罪 周耀义出庭表示 他有打掉陈女的手机 但是是因陈女也推打他 他才掐住陈女的脖子 绝对没有动手打人 周表示 防卫部分如是伤害的话 那就是了 但强调绝对没有说出要上楼拿工具 打人这类的话 周耀义说 他不认为狗这个字眼有诽谤的意思 因对方有养狗 经常看他抱住狗 所以下意识才说出狗这个字眼 且争执的当下双方是在封闭的电梯间里 没有公然的问题 法官开庭时再次询问双方和解的可能性 周表示愿意和解 有往来和解书等不知为何没下文 而受陈女委任出庭的陈女亲戚表示 周耀义在和解书上附加一堆条件 至今没道歉 陈女受到身心受伤 现在还得住院治疗 根本没有诚意和解 因此不愿再调解 周耀义 戴口罩者 被控伤害 公然侮辱 损 恐吓今天出庭 记者王胜黎摄影 分享